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今天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波叔的生平。 梁省波的家庭梁氏与夫人顾文娟,故生于1916年。均于2008年9月15日,欲有三子四女。长子梁乃叶妇英留学后回港从医,其中三名女儿均为知名艺人。 长女,梁宝征,在新加坡出生,直至十岁才被接到香港居住,十六岁开始在广州演粤劇,艺名百年及百里香。他1980年代在香港拍电视剧,已在处境喜剧香港81至香港86系列,饰演怕事及贪小便宜的斯拉迅嫂文明。 他于1995年随女儿移民加拿大,居于温哥华。 次女,梁宝文,艺名文蓝,是电影演员,活跃于五六十年代,曾演出电影娇娇女,他也是李小龙儿时的好友和舞伴。 妖女梁宝珠是粤劇演员。 1957年8月,陈宝珠,梁宝珠,陈好球,梁省波和陈飞龙组成妈宝剧团。 1958年12月,妈宝剧团演出唐迪生编剧《的铁公奇缘》。 演出后得到任劍辉及白雪仙赏识。 之后,任劍辉并收了陈宝珠为徒弟。 梁志宏是梁省波孙儿。 他于37岁时,突然爱上了爷爷的作品。 开始欣赏昔日的粤剧和粤语片。 梁志宏为爷爷开了梁省波利恩星破,MBE面书专业。 2018年,适逢梁省波110岁名秀。 梁志宏出力协助于8月,举办《我们的波叔》电影放映展, 及梁省波、零影之间展览。 希望年轻的一代,能认识这位名领。 并特意选了1956年由梁省波与次女梁宝文合演的黑白片《娇娇女》, 作为开幕电影。 梁省波的日事一,搞笑心得香港电影资料馆。 一级助理馆长龙志杰表示, 萧芳芳曾向梁省波请教搞笑的心得, 但梁省波表示他学不来, 因为观众看到自己的脂肪震动, 就自然会笑。 而,喜卓浩据说, 梁省波恨喜欢吸人改花名, 即是卓浩,例如白雪仙, 就被他改了一个像日本人的欺占多急恶拗必赢梗子作为花名。 还有,据文何手讯的何必卓浩, 亦是来自梁省波, 因为在欢乐今宵时期, 梁省波曾弃称何手讯为何必手讯, 而卓浩何必, 是来自何必的音变。 艺人金国亮, 亦指梁省波在欢乐今宵时期, 曾帮他改了一个花名, 但未说该花名是什么。 梁省波的相关著作2009年,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的学者, 吴奉平博士及中岭崇博士, 合著关于梁省波的传记, 梁省波传, 亦辞亦合亦灰鞋, 由香港大学教育学院, 及经济日报出版社合作出版, 由吴奉平博士及中岭崇博士编著, 各位关于波叔的生平事迹,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讲述波叔的生平,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 不要错过,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 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啊N与啊N频道, 和记得按下个铃铃, 那我们每次出片, 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 拜拜, 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,